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山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 被誉为神作的绝命毒师第五季第十集 回顾上集精彩内容 汉克确认老白就是海森堡 但他没有实质性证据 无法亲手将他送进监狱 老白苦苦哀求,放过自己一马 毕竟癌症已经复发 就算积极化疗,也只剩6个月时间 与其和将死之人过不去 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都好过 否则结果只有鱼死网破 小粉因小亮宰的死 彻底看清老白的真面目 身揣五百万,总觉得罪孽深重 因此豪迈的做出散财同子 闲手续,书记上闻 一精神抖擞老头刚要开车出门 就发现地上一袋美金 怕是老眼昏花,拿到车灯前仔细检查 确定不是明币,心生狐疑 继续向前,没走多远,又收拾一桌 直到发现红色跑车和副架上巨款 老头没有选择闷声发大财 义无反顾报了警 老白先是好话说尽 有威胁吓唬 但汉克就像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就认准一件事 把老白送进监狱 缓缓关闭的车门将两人分离开来 预示着两人彻底决裂 老白上车后立刻给白嫂打电话 手机站线 电源告诉他 白嫂现在正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不愿意挂电话 正欲发火 见汉克手持电话走出来 不用说,给白嫂打电话的就是他 担心倒霉喜坟被策反 老白一脚油门冲回洗车店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 白嫂已经出了门 汉克约他在三厅见面 先给他一个充满同情的拥抱 无法想象白嫂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才生无可恋的跳下雨池 不过现在自己全部捋顺 可以站出来保护他和孩子不受迫害 要知道老白不止制毒还杀人 与恶魔生活在一起 必定危险万分 最好带上孩子赶紧搬出来 即使老白手再长也不敢伸进自己家里 并且他还没有告诉玛丽 这件事会继续保密下去 说者从兜里掏出录音笔 要求白嫂把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最好事无巨细 从最早发现开始 开头要加上名字和日记 毕竟如此惊天大案 要有切实证据才能给他定罪 趁他还活着将其送进监狱 白嫂这才知道老白癌症复发 期待终于成真 可他只有心疼没有放松 结尾夫妻二十载 没有爱情还有亲情 退一万不说 老白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白嫂由于片刻提出 先找律师咨询 汉克却不同意 因为律师不管清风不造白 处处撤走 削弱对局势的掌控 还是主动提供证据较好 告诉世人自己清清白白 前方也会根据态度慎重处理 可他表现得太过急切 看似处处为白嫂着想 实作利用的成分更多一些 白嫂自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拒绝配合 古德曼听说后安排黑胖子和库比 把老白的钱全部转移 掀开迫布的那一刻 两人差点惊掉下巴 黑胖子干脆躺了上去 该死的铜臭味 咋就那么诱人 库比劝他赶紧干活 无果后也躺了上去 那边老白终于等到白嫂电话 古德曼却阻止他接听 万一被监听 每句话都会成为麻烦 老白顿感有道理 直接抠下电池 古德曼分析 汉克找白嫂也没用 他所知道的全是传言 唯一的实质证据就是钱 提前转移万事大吉 看老白了解汉克的执着 被他咬住 不拽块肉下来绝对不会松口 古德曼小心提醒 应该 可能 也许 送他去找老麦克 老白当场就炸了包 强调 家人永远不能碰 不久后 两人把钱全部运回 整整七大桶 数是不可能了 况且原来有多少都不清楚 黑胖子和库比相互看了一眼 不用多说 傻子都会偷一点 老白胡乱装作一袋 给鼓得慢 出去他和那两个笨蛋的劳费 余下的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随后 驾车来到最初制度的郊外 找个风水宝地开始抛坑 白嫂找不到老白 心里没底 大货临头 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玛丽又在这时候找上门 透过窗子看见汉克 也跟在后面 立即明白 他肯定什么都知道了 玛丽坚信 汉克疯了 那些骇人听门的事 绝对是假的 可白嫂的反应告诉他 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走进泳池那会儿就知道了 还是扎机叔死的时候 或者买洗衣店的钱 也是谎言 白嫂只哭不说话 玛丽有着大胆猜测 是不是汉克中枪之前就知道了 白嫂连忙道歉 玛丽终于明白 汉克中枪也与老白有关 响亮耳光之后 抱着小霍利就要离开 直到汉克出现阻止 才不情愿地把孩子还回去 白嫂差点让自己变成寡妇 玛丽恨得牙根痒痒 告诉汉克 一定要抓住他 画面给到老白 能装下七个大桶的坑有多大 看他的工时就知道了 上午到下午 下午到半夜 一刻都没停歇过 本来肺就闹罢工 高强度的体力活 更是雪上加霜 搞定之后 系好位置坐标 为了防止忘记 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 白嫂见他造的灰头土脸 满身是泥 就知道钱已经被埋起来了 紧跟着解释 他什么都没跟汉克说 老白累到虚多 连回话的力气都没有 只想尽快清洗 门头睡觉 昏迷五个小时以后 老白才慢慢悠悠醒来 这期间白嫂一直陪在身边照顾 确定癌症是真的复发 忍不住落下眼泪 他终究不愿失去陪伴半生的人 老白以为他和汉克达成某种交易 提出可以去自首 但白嫂必须答应保留那些钱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拿出来 一定要把钱留给孩子们 不让他所做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 白嫂答应却担心有人告密 不然汉克怎么会突然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老白无奈摇头 是他大业搞砸所有 白嫂没有埋怨 反而分析 从汉克的说话方式来看 纯属简单的猜疑 没有实际证据 所以现在最好的对策 是保持沉默而不是自首 丽蒂亚请不动老白 客户那边又不能断货 只能退而求其次 继续和德克兰合作 不过大笔钱花出去 品质低的令人咄舌 半个月时间就亏损5000万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德克兰居然把实验室建在地下 环境更是脏乱差 到处都是灰尘 品质低也就不奇怪了 可捷克共和狗的买主 对纯度要求很高 低端货在那边根本没有市场 老白请不动 不是还有关门弟子托德吗 起码头两次的货 纯度达到了74% 德克兰听到这的名字就头疼 生产时引发火塞 差点毁了整个实验室 其实丽蒂亚这次来 做了两个手准备 谈得冷极大欢喜 否则只能冰人相见 不一会儿 上面的小弟通知 德克兰有麻烦 他刚出去就传来枪击声 丽蒂亚蹲在角落 紧紧捂住耳朵 样子像极了不懂事的 两家小媳妇 托德把他拉出实验室 丽蒂亚不敢看尸体 紧闭双眼离开现场 托德的叔叔 杰克给没死透德克兰 补上一枪 又一个毒贩集团被联罗断 因此得知 每个站在巅峰的毒枭 都躺过血泪汇集的河流 玛丽劝汉克将此事汇报给局里 手上掌握的东西 足够说明一切 但汉克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亲属关系 更要有足够的证据 摘除自己 否则在揭发那一刻 就丢了工作 追查一年多的海森堡 突然变成姐夫 说不知情 恐怕没人会相信 必须亲手抓住他才行 可玛丽担心 万一有人提前破案 他们就成了知情不报 甚至被当成顾犯 汉克起火连下 经过强烈思想斗争后 还是决定把这件事 通报给上司雷米 而就在这时 又一个转折到来 捡钱老头报警 小粉被抓到警局 由于在缉毒局有暗谍 消息很快到了汉克这边 小粉面对两个老熟人 一语不发 汉克告诉两个审讯员 他与小粉曾有过节 见到他肯定扎毛 说不定就一气之下 什么都说了 如果信息有用 会和紧急共享 绝命毒师第五级第十级 到这里就结束了 汉克以为白嫂 是被胁迫的受害者 从没怀疑 两人从一开始就沆瀣一气 指望他调转阵营 是不太可能的 小粉被抓 对老白来说 是致命威胁 他该采取什么的办法 让他闭嘴呢 会不会重启监狱暗杀 点击关注 精彩好剧 不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